肚子超痛 向長官請假 沒想到卻是各種阻撓 新被海山分局 一名黃姓所長被踢爆 不給同仁請病假 想不到後來女警一檢查 竟是癌症末期 被爆料的就是這裡 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 同仁進出迷慢 緊張氛圍 因為有人上臉書直指 所長可口同仁休假 認為女警在裝病百般刁難 所內負責排班的同仁 看不下去幫忙改班 才讓女警前往就醫 想不到竟發現 他已經罹患癌症第四期 當天立刻入住 加護病房 過去破案 得意受訪 這名黃姓所長績笑好 卻也屢屢發生爭議 不僅曾在盧州分局 因為嗆績笑工獎 還有拉攏人馬問題 跟同仁產生對立摩擦 還傳出跟地方勢力接觸 被吊網淡水 想不到這次又爆出 苛刻疑雲 沒有同理心及涉身處地著想 本分局已以原證告誡 分局調查後表示 對話記錄並沒有質疑裝病 凶價表格確實有代理人欄位 是要求附上證明及照人代班 但的確沒有關心女警 以要求改善 並假以規定必須給嫁 但卡在代理人制度 讓利愛同事感覺沒有同理心 如何待人待心 恐怕也是主管必須面對的課題